商标的注册 其实在操作上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剪开神秘的面纱 让大家做好准备 并正确利用专业服务 也不必怕当冤大头 商标注册工作 在决定公开前就要开始 而不是等到公开才来进行 原因在于 一旦决定商标并公开 却不先未注册 可能会有些耗时之徒 认为这个商标不错 会进行抢注 毕竟商标注册成本并不算高 抢注后 它可以拿去用 也可以代价而估 这种例子经常发生 我手边就经手好多件 想要之后取回 要费好大功夫 但就金钱来说 就是注册费用的十倍以上起算 而且不一定能成功 而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想好 设计好商标 就可能有资源投入 然而 这个商标创意 有没有跟已经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 或其他注册障碍 如果没先进行检索分析 让真正熟悉的专家参与意见 根本不会知道 因此 商标的注册准备工作 应该在公开前就要开始 不能等到公开后才来进行 在公开前 就应该跟专家一起合作 共同参与意见 至于您需要准备什么资料或进行什么工作呢 会不会很麻烦呢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 您可以先做想要的设计 您可以同时准备两个以上方案 以便当第一个选择遇有障碍时 还有备案可以选择 其次 您必须决定使用的范围 也就是商标申请的 类别的决定 这和商业规划及经费二个因素有关 对于主要的商品 应该优先注册 例如 如果是乐团 应该在商品分类第41类中 选择艺人表演服务 唱片制作 唱片发行节录音等类别 您不知如何选择怎么办 没关系 只要大致想一下就好 对于产业背景清楚的专家 透过讨论 很快能帮您责定正确的类别及商品服务 最后 商标是属地主义 如果出本国外 还有其他重要市场 例如 美国 欧洲 日本 中国大陆 香港 新加坡等 我们建议您 要一并规划注册 在台湾打响名号的品牌 在中国大陆被抢注的 故事已经非常多 虽然在台湾GY注册的费用要高一些 但我们仍特别提醒 有规划使用的区域或国家 还是应该进行注册 至少 针对主要商品或服务 应该进行注册 以免遭到国外抢注 处理成本更高 专家在这个阶段 可以针对您的商标设计方案进行简单检索 虽然有注册障碍者 可以进一步讨论有没有办法克服 或者应该放弃 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跟其他商标已有相同或近似情况 这不仅是商标注册障碍 甚至可能有遭他人主张商标权侵害的风险 一定要注意 至于申请类别 专家可以及时反馈您的希望 告知应该申请哪些类别 这个建议方案 经常是一场串 但仍请您依据现实需要 来做取舍决定 千万不必不好意思 而至于应不应该在海外同时注册 也可以跟专家讨论 这其实是专家的日常 专家的建议与您的需求讨论过程 必然涉及相关的投资 也就是费用 商标注册费用通常为两大部分 其一位官方之规费 其二位代理注册费用 有经验的商标代理人 通常会提供很清楚的费用内容 帮助您决定及掌握投资规模 商标申请费用 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 商标代理人对于业界背景是否窒息 您是否可以直接跟代理人 专商听取经验 还是必须透过业务代表等中间人 这在费用表上不当然能显示出来 通常只能靠口碑及打听 而这也是我们建议 不要完全只重视费用比较的原因 好了 当您完成与商标代理人策商品决定商标申请内容后 您已经可以开始使用商标 包括公开您的商标 商标申请业务在电子化时代可以非常快速送件申请 此时您就已经可以立刻公开使用 而在进行过商标布局之后 您使用的商标可以期待获得法律保障 别人未经过您的同意 不能任意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 您也已经避免商标遭到他人抢注的风险 避免日后必须花时数倍费用解决争议 这样的布局所花费的成本 实际上才是最低